今天我要吐槽一名排长 他每次点名的时候非常简洁 他把所有的重点 大货号里带一个小货号 小货号里带一个中国号 大家猜一下是谁 在武警兵团总队某部的会议室内 宣传干事秦元刚正在组织演训归来的官兵们 召开矛盾化解会 干部和战士们在会上讲述了演训期间发生的小摩擦 威胁幽默的主持和踊跃的互动发言 让官兵在谈笑间增进理解消除误解 对于我们基层一线代兵人来说 密切官兵关系兵兵关系 首要的是知兵爱兵育兵 矛盾化解会只是一个形式 只有真正走进官兵内心 才能带领部队一往无前 战前团结战斗力量 战后密切内部关系的传统 源于一次演训总结 在某次训练中 有一场以导窝点战斗为背景的 实兵实装对抗 最后红方虽然歼命蓝方 战损情况却超出了预期 在战后复盘总结会上 我明显地感受到 我们的战士心里有了想法 有干部之间的 有队友之间的 也有队男军的 对我们一线代兵人来说 演训场上暴露出问题 根本不可怕 可怕的是内部关系上出了问题 加油加油 唯有内部坚如磐石 战场才能无往不胜 在之后的日子里 这个中队开展了专项的 密切内部关系教育 参演单位之间混合编组 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 让战友之间的情意更加浓厚 这几年通过多次参加大象任务 我越发体会到 战友之间只有在生活中 相亲相爱 才能在战场上相辅相成 这个支队全面调研后 围绕官官关系 官兵关系 兵兵关系 家庭关系四个方面 开展了四对关系活动 引导官兵积极正面地处理 生活中遇到的各项事物 让心思经历更好地聚焦 备战打仗 教育引导我们的官兵 该苦与共 生死相依 全面深化 一家人 一条心 一股劲 一个目标的强大向心力 就是在传承我军 在血与火的实践中 培育形成的优良传统 不论时代如何变迁 部队怎样发展 这个传统永远都管用 永远不过时 谢谢 谢谢